白沙香妇女会在蒋美渔民活动中心办理 13年度第一次会员大会 继手工艺编织DIY研习活动 活动由理事长高佩玲主持 与会来宾有白沙香议员魏瑞红 澎湖县妇女会理事长陈秋香 及县府社会处长周博雅 历临关怀勉励与会妇女参与活动 社会处长周博雅更藉由致辞时 除肯定妇女姐妹们对社会家庭的付出与重要性之外 并勉励妇女团体能以单位名誉提计划 向县府社会处申请经费 办理社会公益服务活动 让妇女团体更发挥自我实现成长 因为我们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所有的会员参加 所以我们都是以小组长为主 最辛苦的我们这里做庭 如果有的人我们都拜祷这里做庭叫你同志 所以还是深深地感谢我们小组长的付出 谢谢 今天很高興來請跟我們白莎副理會所舉辦的 我們的首公議還有這次的會員大會 今天先預祝今天的活動順利圓盤 在這裡阿虎也要得到這個福利的機會 來跟我們各位在座的鄉親吻鼓 祝我們大家的心態健康萬事務主義 好多我們受電力都來的呼夢計劃 我們這邊也有志工 這是我們的獎師那個雪珍 羅雪珍還有我們美局 他們這邊都是呼夢計劃的成員之一 活動由吳美局擔任獎師 教導姐妹們編織靠腰電 由於參與姐妹們幾乎是50歲以上者 其中70歲以上就有20人 最年長者已經90歲了 80位中高齡婦女會姐妹們齊聚一堂 邊動手邊織靠腰電 邊聯絡感情 場面熱絡溫馨 護理團體辦理有關護理福利的活動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裡面有一個是主計劃 是呼夢計劃 呼那個呼是鼓人的鼓人 呼夢計劃 這個計劃是比較有系統性的 那個陪勵性的有那個課程比較實際性的課程在上這 這個一方面之外 另外有一種是一般性的計劃 一般性的計劃就是 可能我們本來的鼓入有關的多人 他就用了一般性的計劃 我們每一次的活動 最高都可以補助到3萬塊 最高有補助到3萬塊 這次手工EDIY編織演習活動 是鼓勵婦女姐妹們 平時為家庭付出外 也能參與社服務 更能走出家庭 活到老學到老 無論什麼年齡都能手腦並用 藉此活動 邊編織靠腰電 舒緩平時壓力 學習手工E技能 記者王海龍報導